首先我還是要先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2015年6月27日 新北巴黎八仙城暴 釀成15次484傷 負責人呂中及機動下軌道歉 入監服刑5年期滿出獄 但多屆民事官司還沒就此落幕 其中有三屆民事求強 一二省遭法官駁回 案件經上訴三省 最高院廢棄部分判決 發回更審 雙手握拳鞠躬道歉 這是九年前外韓航運董事長陳博庭 身兼八線樂園董事長到警局應訊 刑事部分確定或不起訴 依照目前多起民事求善案 一二省法官大都任地呂中籍 和玩色創意瑞博國際整合行銷 兩間公司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而八線公司只出租場地 他們主張沒有義務確保活動安全 不過二十六號三件求強案 上訴最高法院 法官卻認為八線公司 並非單純提供場所 應該付起消保法 服務安全欠缺責任 發還更審 場地方可以自己舉證 自己無過失才不用負責 所以最高法院最後還是認定 八線公司必須付連帶賠償責任 法界普遍認為 最高法院這樣的見解 對未來尚未宣判的求償案件 有所約束 更會成為指標型案件 受害遊客能否得到應有的賠償 未來還有漫漫司法長路